星期二的啤梨晚報 身邊這位的嘉賓 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得他 我就稱呼他 叫做最接近 曾經是最接近的 神的人 你知道為什麼 應該是阿亨利 改了名字 為什麼你會被稱呼 為最接近神的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 神當然 神是我們在說 前陣子的鼓笑 沒有了 跌到萬五點 前陣子大升的時候 大家二萬二千點 好看路 怎知道現在上網三萬點 怎知道上網三萬點的時候 情況不同了 廣東是說我們偉大的燈神 讀山 大家都看到 讀山經常說 喂 細媽 細媽 說兩句 就是傳說中的細媽 細媽 細媽 九一不是復出 九一句客串 今天很多謝細媽 我們下一節 大家真的要坐在這裏聽聽 下一節 是有苦主 他兒子 在學校受到欺凌 挺嚴重的 但無論是學校 警方和教育局的處理 就是聽到你眼火爆 下一節 大家真的不要走開 好 來到這一節 其實這一節就是關於一些求助個案 我記得上一次關於求助個案 就是有醫護界 就是受到他上司 就是欺凌 很多年 醫管局 都是斜著他 拖著他 今天的求助個案 就是關於一個十四歲的少年 受到校園欺凌 這件事 我聽了受害者的爸爸 和幫忙跟進 待會我再介紹你 的朋友 就說回整件事 整件事可以說 發生校園欺凌 學校當然會嘗試是 壓低那件事 甚至可能想快刀斬聯麻 輕輕帶過去就算了 甚至連家長都不想他通知 好了 去到後來驚動到要報警警方 竟然發覺連警方 就是處理這件事 都是千瘡百孔的 應該要一些很認真去錄的報告 發給報案人 是完全隔了幾個月 都未收到一些正式的處理的報告 裡面一些內容 他之前說出來可以錯鑽或出行 連一些報案的時間等等 全部都搞錯 教育局 經常都說 會跟進很多 或者不再容忍 或容忍一些 效盈欺凌的個案 但發現在這件事上 真的出事了 教育局 基本上是沒有盡他責任 這件事發生什麼事呢 先到身邊 一位網台的朋友 傳媒傳 就是傳媒傳 你可不可以 若我簡單地說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我也不太明白 今天 多謝Wiki和爸爸上來 希望 只能夠探望 或者他奢望 這件事可以早些 有告公道 來到第四集 身邊的嘉賓 就說 TN TN你也有你的頻道 是否叫做TN 說 沒錯 簡單的一個字 就是說 這個字 是 那前面有一個英文字 TN 就是我的頻道 那些頻道平時 他會說些什麼呢 原本以前的頻道 就是一半一半 一集就會說 歧異現象 或歧異個案 是 另一 如果這個禮拜 做下一個禮拜 做一些 我自己即興 想做的 topic 都會組入 例如 說話 即是有話 說自己收藏的表 又有 再去到 例如 是 以巴衝突 不是 是 以巴衝突 就是 意識 如何去打擊哈馬斯 又有 又或者說 武功戰爭都有 這些 現在就轉變了風格 因為覺得 我以前的風格 好像沒什麼人看 是 所以就轉變了 講美國時事 做一個節目 叫做 每日美國時事 雖然說 每日 就真的不是每日 那 應該每逢一死 我預算就會休息一會 因為 如果我不習慣做 那麼長時間 接播 如果一個星期做七天 就像你那樣的話 那巴仙 這個頂不住 是 這個實聲 好 待會兒 還有一節 雖然我知道 大家現在 都不算 緊張 中國隊 正在領先 印尼 要被人 買道夫 就買了 中國隊贏 買道夫 買了多少錢 道夫 不知道 看看他會不會說 我們 就離開 最後一節 好 今天 就是最後一節 看正日本遊 所以還是繼續在京都 京都 今天 都超時 好 今天時間都差不多 明天都依然會有不同的嘉賓 即是 比你要星期四 他又 你自己有空 每個月都出去玩 那 先回來 正等都看完下半場 中國 對印尼 和香港對柬埔寨 大家都要留意一下 好 再見 再見